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依然异于眼表 香港人的意思是说我住在香港的意思 中国人是一个民族的意识 我中国人的事为何要找外人来帮忙呢 当然他也没有找 过程当时看过很多新闻 就是他们和美国的官员 甚至王志峰那些去美国议会 走到联合国讲话 周庭走到日本讲话 是你令到我觉得羞恥 不是我令到你觉得羞恥 所以what a shame 意思就是 你令到所有香港人蒙上一个恥辱 接受过中西文化教育的梁海峰 自小在香港长大 也曾在美国读书生活 1990年代回港 现在一家法国驻港IT公司担任管理层 他一直为港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法治精神 及各行各业的专业精神感到自豪 但是 自2019年香港发生修理风波 部分暴力示威者肆意破坏香港各种设施 甚至攻击持异见的无辜市民 梁海峰觉得 突然之间 香港人好像丧失了自我 失去了明辩是非的能力和对视不对人的专业态度 令社会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规则失效 他十分痛心 但是 你问我最可惜的就是 没有那帮年轻人 因为 我在上次集会都讲过 就是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承传的架构来的 是怕了香港教育 是怕了香港现在的那种思维去影响到下一辈 那你哪有再年轻一辈去承接呢 好了 剩下那帮有非常极端思维的年轻人 你愿不愿将这个人给他呢 梁海峰认为 无论暴力示威者的行为多么趋向恐怖主义 香港警方都保持着极其克制和坚忍的态度 他回忆起自己在芝加哥开车的经历 被美国警方截停后 一下车便被人用枪指着头顶 但是 自修理风波以来 没有任何示威者被香港警方击毙 为了唤醒更多的年轻人 也为了发出不一样的民间声音 12月15日 看到多位市民在集会分享自己受暴力袭击的遭遇 表达摒弃 坚守法治的心声 梁海峰说 那一刻他明白 不赞成暴力 渴望安宁与秩序的港人不在少数 对于未来 他仍有信心 他说 自己这辈的港人 将香港建设成今时今日的模样 未来希望年轻人都能拥有专业精神 与聪明才智去承接 相信只要社会恢复和平 香港会重新出发 对未来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 因为香港人都挺坚强的 以及都经历过不同的衰退 都捱得过 挺得住 向前走过 只要令到整个社会平和重新 即是你要恢复到一个平和点 但去到起码大家不会再争斗 在这个平和点重新起步 香港人可以走下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